美国空军2024年预算申请显示 B-52H即将迎来新一轮改装 升级后的新型号为B-52G 截至2023 B-52已经为美国空军出了整整66年的礼 而改装后的B-52G 预计要继续出力到2050年左右 也就是说B-52还要再为美军服务30年 如果这30年内美军对B-52再进行一次或者多次改装 那么这架轰炸机服役到下个世纪恐怕也说不定 最后一句话是火力军给大家开的玩笑 不过也是有一定概率实现的 今天我们就展开这个话题 聊一聊美国明明不缺战略轰炸机 为什么偏偏揪着B-52不放呢 其实早在2018年 美国空军就对外透露了B-52H的发动机换装计划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B-52H至B-52J会历经哪些升级 根据航空周刊的报道 美国空军对B-52H新一轮的更新内容 首先是发动机 其次是航空电子设备 防御套件 传感器 弹射系统和飞行数据记录器等等 对此美国空军上将克林斯这样评价 在更换了足够射程的新设备后 B-52J将有能力迈向新的时代 仅从清单来看 美军现役的76架B-52 10年内将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 不过在火力军看来 这次升级不会太过全面 因为在此前 B-52H的驾驶舱和航空电子设备 已经进行了多次改善 比如增加全玻璃驾驶舱 对于轰炸机机组人员来说 这可是福利性的改善 最起码可以伸开腿脚了 然后是更换大型多功能显示器 取代了旧的蒸汽表模拟表盘 这种升级极大减轻了飞行员的工作量 为飞机的各种飞行管理 导航和瞄准系统 与机组人员站之间提供了更好的集成和信息共享 所以和这两项类似的 大概率是不用更换的 此次所采用的动力系统 为RRF-130型发动机 该发动机于2021年被美国空军选中 以此取代了普拉特·惠特尼TF-33PW-103 除此之外 防御系统也是本次升级的重点 包括电子战设备抗干扰系统 毕竟B-52再怎么改也不能隐身 而这两项升级都是干扰敌方雷达的关键所在 新雷达是FA-18EF 超级大黄蜂APG-79AESA雷达的改进版 这无疑会提升B-52的雷达范围和态势感知能力 与老式机械扫描雷达相比 新型雷达占用的空间更少 从而能为电子战功能腾出不少的空间 其次是硬防御系统 从几年前开始 美国空军和海军就对带有物理拦截或定向红外对抗的 硬杀伤主动防护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现在包括加油机运输机和其他特殊飞机在内 美国空军的很多任务平台都在陆续加装 所以B-52J大概率也会针对此项进行升级 这种分层的防御系统可以帮助B-52至少有微弱的空中竞争能力 同时还能充当敌方防空系统边缘的炸弹库 可谓是一举两得 到了这儿可能有人会说 即便如此升级 B-52J仍然没办法和新一代的轰炸机相提并论 人更换身体器官是想长生不老 这可以理解 可一架老掉牙的飞机这么折腾又是何必呢 确实无论怎么升级 B-52系列型号都不能隐身 这是它的硬伤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 美军宁愿将其内部掏空在赤巨资重新装填 也不愿意放弃那个破旧的机甲 图的到底是什么 大家猜到了吗 叫美国其他轰炸机 B-52至少五个很明显长处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这些优点都有哪些 最后再揭秘美国空军 持续改造B-52的真正原因 第一个优点 B-52战场关联性机甲 二战末期 美国空军首次对日本进行轰炸后发现 B-29对中转基地的依赖程度其高 于是就开始构想 怎么才能在不依靠前方基地的情况下 对太平洋另一端的目标实施轰炸呢 这就是B-52的设计初衷了 B-52采用八个喷气发动机的略翼设计 这一设计使得它可以在中途不加油的情况下 飞行16232公里 作战半径达7210公里 这还是满载35吨弹药的航程 当时B-52完美解决了美国空军对远程轰炸的迫切需求 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呢 美国的军事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了太平洋地区 和上个世纪一样 这一区域美军可用的基地并不是很多 从这个特征来看呢 不管是上个世纪还是今天 美国都离不开一架飞机 从本土起飞 就能覆盖全球的轰炸机 而除了B-52 B-2和未来的B-21都需要至少一次空中加油 才能完成此项任务 第二个优点 功能多样 B-52不仅仅航程远 有效载核大 还可以执行核威慑任务 和B-2不同的是 B-52数量多 不但可以出勤常规作战任务 还可以同时担负远程打击 再兼职一个核打击 在阿富汗战争中 B-52的多功能特点 可以说发挥的淋漓尽致 无制导炸弹 精确制导弹药 对地面轮番轰炸 甚至买水雷监视水下目标的活 也是它干 得益于超高的航程 仅两架B-52 在两小时内 就覆盖了超3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这在当时来说 完全是压倒性的优势 第三个优点 强大的生存能力 咱们上面有提到 B-52不是隐形的 最大的原因是 它出生的时候 还没有隐形技术 与之对立的 敌人也没有防区外打击手段 所以B-52当时装备的 电子对抗 拖夜诱饵和各种辅助设计 足够其避开敌人的攻击 但随着远程防空越发成熟 2010年的时候 美军就停止了 B-52部署重力核弹的任务 目前 B-52的防御手段 为远程防区外武器LRSO 该武器将由雷神技术公司制造 LRSO的射程 为2400公里 这个射程让B-52再嚣张个十年 应该也没有问题 B-52的第四个优点 是可用性强 2019年 B-52的任务能力率为66% 优于B-2轰炸机的50% 更优于B-1的46% 从这一数据就能看得出来 就算这次不出勤 未来十年内 B-52H的出勤率 可能还会是最高的 原因很简单 B-1的主任务是电子战 为战机服务 B-2虽然隐蔽 但数量少 且维护复杂 最后一个优点 性价比 与其他轰炸机相比 B-52算是最经济的异形 飞行一小时的成本仅为6万美元 这大致相当于 B-1半个小时的飞行成本 更是B-2的三分之一 2021到2023年 美国空军每年为B-52滑拨3亿美元 2024财年再滑拨2.7亿美元 虽然这个数字在普通人看来很高 但以B-52H的数量和出勤率来看 无疑比其他轰炸机划算的太多 说完了B-52众所周知的优点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美军死拽着这架老轰炸机不放的真正原因 火力军认为 原因应该有两个 首先应该是它的飞行性能 这个飞行性能指的并不是 它能飞多高飞多远 而是飞行稳定性 对于一架大型飞机来说 尾翼是稳定飞机的关键 但对于B-52来说 没有尾翼似乎也无大碍 租借给波音公司时期 一架B-52H轰炸机 在一次低级别试飞中 12米高的锤尾突然断裂 如图琐事 这种情况对于地勤来说 一般是要准备后事的 但神奇的是 这架轰炸机最终平稳着陆 是的 大家没有看错 根据相关资料报道 这架尾翼光秃秃的B-52H 平稳降落了 鉴于B-52H体格和非常规的外观 机务人员都称其为 丑陋的大胖子 但俗话说 胖子总能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美国飞行员 马格纳姆·怀特尔少校 曾对B-52H做出这样的评价 他说 这是一架空气动力极其稳定的飞机 除了不能倒着飞 它可以做任何挑战飞行 我们只需要输入指令 就这么简单 这名飞行员的话 可能有些夸张 但也从侧面体现了 B-52H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当初B-52轰炸机服役之初 就连起落架都被美军列为机密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这是第一架使用旋转式起落架 应付侧风降落的飞机 它可以左右旋转20度 由此飞机才能以高难度的角度降落 就像一套互星合理 环境优美的房子一样 大家宁愿旧房重修 也不会选择一套住着不舒服的新房子 同样的道理 美国空军之所以会对服役了66年的老飞机 进行不停的升级改造 其飞行稳定性和可靠性 一定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尽管B-52的飞行质量和 独一-52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让人叹为观止 但本质上 它仍然是一架重型轰炸机 其携带的弹药属性 基本覆盖了美国弹药的全部 核炸弹 巡航导弹 传统的重力炸弹 制导和非制导极数炸弹 GPS制导炸弹 GPS制导巡航导弹 AGM-158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 高度精确的隐身巡航导弹 水雷和激光制导炸弹等等 试问 无论是B-1B还是B-2 还是B-52 谁能超越这么变态的弹药试装性呢 如果说上个世纪 B-52主要用来进行地毯式轰炸 那么现在的B-52H乃至未来的B-52J 完全就是空中武器库般的存在 此前历经多次升级后 B-52H可以利用冠性导航系统雷达 和利坦宁2激光瞄准吊舱来发现目标 特别是利坦宁2吊舱的加装 让B-52第一次有能力 锁定地面上静止和移动的目标 这样一来 B-52H轰炸机能够自动生成目标坐标 一个更加灵活的空中打击平台 由此诞生 又或者说 B-52J发挥载原及载弹量的优势 指挥无人机进行长时间的空中作战 如此一来就能形成一个弹药充足的 空中无人打击群 一个长时间盘旋在空中的弹药航母 如此神气 哪个国家会不心动呢